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台东南岛文化节 今年迈入第11年 是台东县为了推动南岛文化每年热闹举办的大型活动 而为了打响国际知名度 今年更规划了一系列丰富又精彩的相关大型活动 也将在11月19号一直到11月28号热闹展开 大家好 一年一度的台东盛世南岛文化节 自11月19日至28日在台东热闹登场 我们的活动是11月19号是开幕式 在南京路文化广场这个举行 那么白天是有一些表演团队 这个活动从11月19日到28号开始 11月19日是开幕式 那地点在南京路文化广场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跟以往都有所不同 因为这一次是我们把南岛文化节的活动 拉到我们部落去 让我们的观光旅游客也能够体验到我们部落的一些生活 那么闭幕典礼呢 我们是在11月27日在北南文化公园去启办 那么11月28日是选手之夜 也就邀请了我们所以台东地区的一些非常出名的国手 以及歌王歌手到一起到我们的闭幕典礼的一个现场 也就是在北南文化公园来埋迈到天亮 所以今年我特别跟班党委员跟演出长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自己把它归纳 我们班党委员我发现 有四个很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是文化传承 我们知道 从人文的角度 台东的七个原住民的族群 或者台湾的 14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族群 他透过这一次的 这个南党文化节 把我们很优秀的 这些表演团队 给他在我们自己的家乡 有最好的舞台 然后让他很精致的呈现出来 哇 刚刚听了这个演唱之后 真的会觉得感动到很多很多 不只是说我们像汉民族的朋友 还有包括原住民朋友 听到像这样的歌声的时候 会觉得真的 难党文化节 难党文化节 真的好好来看一下 来走一下 包括了部落体验 包括了像是我们很久没见过了你的演出 还有像是木雕的创作 真的也欢迎 沉门文化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